崔永元被问如何评价主持人朱军网友,这回答简直就是一争见血。 作为同龄人,他们也更加相互尊重和欣赏。 例如,记者问崔永元老师一个问题,那就是他是如何看待朱军老师的。 对于崔永元老师来说,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,因为毕竟是一个熟悉的同事。 有人问崔永元如何看待朱军,他脱口而出了七个字。那是什么呢?让人好奇。 最初,崔永元被问到如何看待朱军。他脱口说出了七个字,即最走心的主持人。 看到这七个字,网民们说这个评价真是一争见血。 最初,许多网友说看到朱军老师主持的节目,他们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,听到他的声音和动作的人会不知不觉地感动得流泪。 。 事实上,主人的风格很有感染力,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主持人。 我必须说,崔永元老师的评价非常重肯。事实上,崔永元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。 然而,由于生病,崔永元老师已经慢慢从主持舞台上消失了,但是他的口才真的很好。 几天前,每个人都应该看过朱军老师主持的一个节目,这个节目真的很棒。 许多人在看完这个节目后说,真的很感人。 他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好的节目,节目中朱军老师的故事中有一句话非常感人,真是配得上走心二字。 据悉,私下里,朱军老师对他的家人也很好。 例如,他支持儿子的兴趣和爱好,例如,支持妻子的工作和职业,他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。 我必须说,崔永元老师和朱军老师都是伟大的主持人,你们说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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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